您好 欢迎收看4月1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家慧 首先带您来看到疫情的最新消息 指揮中心14号宣布本土新增874例确诊 其中花莲就占了46例 为了防堵疫情再度扩散 花莲县长徐甄卫在防疫记者会中宣布 花莲县国中小学包含公立幼儿园 15号预防性停刻一天 这是目前有一些足迹的热点 还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跟以上有足迹重叠 或者是在生活圈里面 以及你的亲朋好友 有在以上这些的地方 都请我们这些提醒 我们这些朋友做好自主管理 以及做好前往去做快山 现在的快山的地点 还是门诺医院仁爱楼 在奥斯卡美食餐厅 以及慈祭医院 布里花莲医院 小加拿大补习班 和家人梅里补习班 满庭芳太监基 还有北浦矽谷网咖 下面的两个是 在这一次 在昨天的 以及今天的疫调足迹里面 有确诊人数 有确诊 所以把它列出来 因为在今天 在我们的整个 确诊的案例里面 还有一些是 尚未给暗号的 在我们布花里面 有非常多的时候是医护人员 所以医护人员 现在虽然没有给暗号 但是也是阳性确诊 所以我们在整个评估之后呢 觉得整个花莲都是一个生活圈 所以在这里 我们就明天 4月15号 明天花莲县全县 预防课停课一天 那另外我们其实在对于 明天要做预防性的 整个全县的 这个国小 国中的部分 全面停课的部分以外 其实在 文件站的部分 我们昨天不断的 跟圆明会来沟通 但是圆明会还是坚持 并没有要停止的意思 所以在这里我们做了一些微调 就是尚未打满两剂的我们的长者 尚未打满两剂的长者 我们希望他现在 这个从明天开始 暂时不要到文件站 赶快到卫生所来把我们的这个疫苗打好 补上两剂然后再到文件站 打满两剂再到文件站 所以明天开始 如果尚未打满两剂的我们的长者 暂且先不要到文件站 因为我们真的很希望 我们的长者有比较完整的防御 自我保护的能力 那我想足迹很多 事实上代表另外一个意义就是 每个地方都是污染区 每个地方都是红点 所以请我们所有的乡亲保护自己 把口罩戴好戴满 经常骑洗手保持社交距离 赶快出来打疫苗 才是保护自己的王道 那另外呢 那我们加着这46个案 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 可以发现到说 我们在这个CD值30以下的在88% 因为昨天比较起来 昨天是三分之二 百分之六 然后今天达到现在88 30以下 表示它的传播力非常的强 所以很显然的 现在我们所抓出来的个案 其实它在社区的传染器 是很很传染力是很大的 所以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都没有想到 这样已经随着了 这种可能性还没有 做出应该